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接击杀戴夫的 虽然卡子大招锁投了飞克尔 但是露露有大招保住 外婆则立过来收下双杀 这波戴夫的德莱文一死被动取不了款 这局基本就是隐身局了 后面比赛就成了飞克尔阿卡丽的操作秀了 比如27分钟的塔下强杀飞克尔操作非常犀利 二段一空中火箭腰带躲钩子 然后追上去击发手里剑 就轻松完成了踏下抢杀 保护一下 但是飞克尔这波绕后 先开 呃 这个推爆推完之后再往前跟跟完后产线 接下戴夫的戴夫的戴夫的血量不要惨 人们击杀了 旁击杀了 而旁边锁 锁到了飞克尔 但是后期超线抱着开发之后一个双杀 一键双挑 wepper 这波的程度打得太高了 而且dab的被动层数也掉了一大半 不伤害的 是的 我们来看这波飞克尔在上上波的单杀 哇 在兵线当中一挂到了 哇 他这个损武二段没打穿 他用这个推推棒故意调整一下位置 躲开了对方的一个喜欢听和 躲了个技能 哇 好细节啊 这波真的 超尉卡萨尼一脚踩三人 瞬间融化飞克尔队 在双方第三场比赛中26分钟飞克尔队大猎势 于是飞克尔卡牌主动找机会 但是dab的身边都是人 超尉虽然一技能撇空了 但是随后的大招和第二个E配合电龙魂 流到了三人 这时队友一拥而上 后面dab的输出再配合泰坦的大招 瞬间飞克尔队的四个人就全没了 等嘟嘟TP下来所面临的局面是 对面一个没死 反观自己这边也是一个没死 然后嘟嘟杀也干不了就被融化了 随后dab的队就以摧呼拉朽之势 赢下了比赛 基础龙的一个提供的一个冲击度 交大招想去留吗 但是旁边已经有TP了 勇双动完之后 反而这波卡萨尼有机会去收割 R型打完之后被脚踹开 我一拳打了三个人减四路 再往前跟完之后 阿卡仙暴雨打了一招一个 而在后续再一个Q型能 斩完之后再抽割 没有任何办法 TD队的后期阵容已经成型 Faker阿卡丽进场一打四 神拉扯袖摸摸对手 在双方的第二场比赛中 24分钟嘟嘟的剑膜和摸根的鳄鱼 也去撞上了 双方立马开打 露露给剑膜套打 戴夫特队这边一看不好 先走再说 但是此时中路的Faker已经包了过来 一个E技能挂上辅助 二代飞过去直接精神躲了 戴夫特德莱文的击退和烈娜塔特大 今生结束大招 戴夫特开W 虽然被卡子的大招锁了 但是极限血量给Faker大招拉开了 并且残血二段E杀回来勾引戴夫特 然后闪现再度拉开 队友往前一冲 轻轻松松收割了残局 这波Faker的进场一打四拉扯 骗了对面三个大招和各种小技能 属实立大功 剑膜去找了 但剑膜找完之后 剑膜这个位置 大招开完之后 同时自己也开大招 但这波感觉左边可以拉扯 等这波双大招截出完之后 但损武挂到了对方的辅助 感觉里格进完之后 一个精神堵掉了对方 一个位置收购 而且一段R 瞄准了Deft 但自己的位置比较危险 赶紧往后拉 拉完之后 他半边鳄鱼被秒掉 鳄鱼一倒地 输出和伤害都扛了 没办法扛了 额 李格再一波 一心幻影 一进来闪现出去 哇 这波的操作已经拉满了 双方三打三 全体秀操作 在双方的第一场比赛中 首先12分钟 我们先来看一波 嘟嘟黑哥的细节逃生 面对干客 W挡掉剑机的反应 同时往后顶做位移 紧接着大招剑机 再位移一弹 然后一接W再两段位移 非常流畅的 就跑了半个屏幕 当然这只是前奏 嘟嘟没大招了 13分钟 对面这次来了三个 超位瑞兹开大 带着大树绕后 然后嘟嘟再次W挡了老树盘根 并且把大树顶进塔里 此时对面操作也很亮眼 超位超快闪现 躲了下路的大剑 后续菲克沙皇也赶到 过来一Q大招退回两人 嘟嘟想要接三段机退Q 但是大树用W躲了 同时超位抓住机会 控住嘟嘟反手一套 拿下一血 当然菲克沙皇这边 也配合威尤了 猪妹姬杀了卡子 这波双方上路的对拼 操作都拉满到了极致 第二个牵手相较来说是比这个 韩冰要更快一点的 可以看到有没有打发消耗 QW命中完 那同时奥岸熊子直接开起来 这不能杀吗 直接往后走 这个逃跑速度还是太快了 韩玉啊 还有大面具 哎 这波想抓 没有奥岸熊子能抓到吗 而且是第一时间开了就一步 开完之后再往后W一下 但这个位置好像焦甩 没有甩到焦甩躲开之后 一个W反应速度还不快 但是这个位置好像又差了一点 还差两个平衡能跟死吗 李哥推两个推两个 但是后期伤害相较说比较低 能杀掉卡尔子吗 而反而自己被反杀了 他扛了好久啊 最后还是被李哥收掉了 双方形成一步一换一 并不是很赚 对吧 因为这波李哥推的很不错 但同时自己被瑞兹的法球给收掉了 节目的最后呢 各位看看老爷都懂的 别忘了给单目点个赞 关个住吧 我们相约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